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闻风火台 小粉红在伦敦火车站大战钢琴师的事件持续发酵 那么后来当事人之一发了视频澄清 而钢琴家也上英国的电视节目去谈论这个事件 那么今天我们请恒河先生来持续为我们解读这个事 不过在开始今天话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款产品 这个产品对于有高血压 血脂 睡眠不好 记忆力衰退等症状的朋友都很有帮助 就是普瑞糖植物鱼油 大家知道通常的鱼油也就是Omega 3可以帮助改善上述症状 不过市面上的鱼油产品原材料都是鱼类 但现在海洋污染严重 而且深海鱼油的味道很腥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腥味 而且多是通过分子蒸馏技术提取 高温会破坏Omega 3的功效 但是普瑞糖纯天然植物鱼油 是从马齿线和紫苏籽中用低温萃取的 那么这些马齿线和紫苏籽都来自韩国没有污染的黄梅山植被区 低温萃取的方法又保留了Omega 3的功效 更重要的是普瑞糖植物鱼油的胶囊都是用海藻制成的 可以说是100%纯素纯天然 那有需要的朋友请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购买 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FF2023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好的那回到今天的话题 我们请恒河先生来为我们解读小粉红在伦敦火车站大战钢琴家这个事件 恒河先生你好 方菲好 大家好 好的那这个事件我想大家都现在已经非常了解了 可以说是在网络上传的非常火那个视频啊 然后还有很多后续的效应啊 但我想先问一下您在您看来啊 就是说这个事件啊 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引发冲突的最最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的冲突 从表面上看啊 这似乎是在一个公共场所用钢琴 然后呢引发的一个冲突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似乎是后来他们解释的说是等着用钢琴 但是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很难讲得过去 因为第一如果他真的等着用钢琴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很有礼貌的去跟他说一下 就是我们要用这个钢琴拍一段 能不能让我们用一下 这个在西方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二个呢有人说就在不远的地方 另外有一架钢琴 就在就在同一个车站里面还有一架钢琴 那么还有人说呢当然走过去20分钟 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这个公共钢琴可以用 所以说钢琴是一个不是特别充分的理由 然后呢后来就就转变成了是这个 叫做不可泄露的就是有一个保密合同 这么说保密合同 那么这个理由呢其实也是很不充分的 因为保密合同的话呢 它是牵涉到那个牵保密合同的双方 跟对第三方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这个钢琴师应该是在保密合同之外的人 所以要签保密合同是你们这一方 不能把你们的行踪暴露出去 但是不表示说别人不能把你的行踪暴露出去 这个不是这个保密协议的内容 它管不了别人 它管不了第三者 我稍等一下 后台可不可以请放一下 现场这个钢琴和小粉红发生冲突的画面 可以用一些画面吗 好 谢谢 好 请恒恒先生请继续讲 然后第三个呢就变成了肖像权的问题了 所以说从整体上来的时候的话呢 它有三个完全不相干的理由 那么它必然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 就是说这几个叫小粉红也好 怎么叫都行 就是这几个人其实是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 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他们的英语是相当不错的 就在华人出国以后学 成年以后学英文的当中 他们的英语算是很好的 而且还带有比较强的这个 英国口音 英国口音 因为在我们美国听起来的话英国口音很浓的 所以说呢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不了解英国的生活习惯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他体现出来了就是说他们残留的这个 就是身上带众共产党文化的这个气息非常浓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啊 从表面上从语言上甚至从礼貌上 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彬彬有礼的应该说 那个并不是真的像人们想象的 上来就跟人家吵架的 它实际上是还是比较有礼貌的 但是很快就转入了一种 转入了一种 强硬的要求 对对对 对 一种冲突状态 这种冲突状态不在语言上 不在甚至不在礼貌上 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文化背景 就是共产党文化 它跟中国文化没关系 就是共产党文化和世界普世价值之间的这个差距 这个差距是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 对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 确实也有个语言的问题 就是虽然他们英语听上去还不错 但是呢 潜意识中我认为他们那种 就是对文化的不了解造成他们用词就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一开始他们就是用这个什么 not allow 这个词是非常强的 就是你不被允许 所以这钢琴家一直说 I'm not allowed 他其实就是就像很多人也在说 说其实这个是你可以去请人家 请求人家说 你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就是虚化 或者不要放这段视频 因为我们怎么怎么样 但是人家同意或者不同意是人家的事情 因为你法律上 人家是保护这个在公共场合拍照的 所以他可以请求 但是他一用allow不allow 这就变成了告诉别人能不能做什么 包括后来这个咆哮歌 他就说 just don't 这是非常强硬的东西 你就别 就是这种命令似的 所以呢 这个钢琴家在上 后来这个钢琴家上这个英国的节目 我听他一开始他就在说 他说他就感觉说 一个共产国家的人到英国来告诉他 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所以他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 那您怎么看这个钢琴家上英国节目之后解释的他的心态 对两个解释的视频我都看了 我觉得钢琴家的这个解释呢 和他在现场的时候的表现完全是一致的 就是说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 甚至包括他在跟这个警察 那个女警察对话的过程当中 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是一个英国的价值观的问题 他这个从事到尾他没有变过 所以我相信他讲的话 和他自己所思所想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他确实是认为这是接受不了的 而且他这个人呢 其实是分得很清楚的 后来不是争论当中有一个讲到discrimination的事情吗 对 就讲 他实际上讲的是 就是你们是来自共产中国 communist China 对 然后他们说不是那个人还说我是I'm Britain 那个女的就是老当主持人那个女的 是 他说他是英国人 对这里就是一个差别了 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来自共产中国的 满脑子共产主义思想的那种人 他所看到的 所以他的辨别不是看你 不是看你的国籍 而是看你的表现 他认为你的表现就反映了 你是这种共产主义思维方式 所以你要就是不管是斗争哲学也好 还是拿着旗子也好 而且他辨别的非常清楚 这个后来他们解释 其实后来那个 那个女的叫孟英的 刘孟英 刘孟英 就一开始上来就是让他不要拍照的那个 圆圆脸的那个女士 圆圆脸的对 圆圆脸的这个人呢 他其实后来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解释其实解释得非常好 他就暴露了这些人他们真正的背景是什么 因为他后来讲了这个 他说因为那个就咆哮歌 咆哮歌在咆哮的时候呢 然后他说我只是可能碰到了这个旗帜 没有碰到 他就叫起来了 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关键问题在于 他解释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捍卫这面旗帜 对 人家就说了你这是共产主义 共产党的旗帜 他举的 他们两个这个冲突在这个地方 他说我们是为了庆祝中国新年 所以要拿中国的旗帜 这件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中国新年的元素 不是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是中国共产党的元素 这个Brenton完全没有搞错 他清清楚楚 这个人非常清楚 因为五星红旗中国人都知道 我相信他们在中国读过小学的都知道 这些人起码也在中国读小学吧 毕竟他们中文这么好 那么五星红旗是什么 五星红旗是讲的是中共 中共革命的时候的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而且呢 他是一个大星四个小星 大星代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小星代表的说法也不一样 有讲的是民主党派 也有讲的是全国人民 工农农学商什么之类的 那不管怎么说的话就是 就是 沉浮于一个外来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 这就是五星红旗的意义 所以这个 Brenton这个钢琴家 他说的非常清楚 而对方说的是什么呢 他故意把中国的新年 和 中共的五星红旗混淆起来 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对立的东西 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他们这些人讲的 他们捍卫这个五星旗 实际上就是为了捍卫共产党 为了捍卫中共 当然他讲那些东西是乱说了 说大家珍贵的不得了 什么珍贵的不得了 在海外举行任何活动 这种活动小红旗都是领馆发的 发完以后活动一走 满地都是 还要让人家亲近共扫半天 都乱扔的 垃圾桶旁边堆的全是这种小红旗 还有什么尊重不尊重的 海外这种就不要去欺骗海外华人了 海外华人都知道 你们这些欢迎的人 拿这个小红旗当什么东西的 对我感觉就是这些人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他们也是被中共洗脑的一个受害者 就是说他跟他把中共和中国是分不清的 所以呢在他的脑海中 这个国旗他就是代表中国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也有个矛盾的地方 就是当人家说你是communist China的时候呢 他又觉得好像受到侮辱 好像他知道communist是不好的 我想在外国待这么久了 这个基本概念应该是有的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矛盾体 他一方面为这个自豪 一方面又为这个感到羞耻 对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海外亲共团体里面呢 其实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是有利益在 所以呢他们认为中共还给了他们很多实际利益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知道在国际上呢 这是拿不出手的东西 是很丢人的事情 所以呢他们会出现一种矛盾心理 这个呢 其实中共党文化教育出来的人 他都有一部分 都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后来没有彻底清楚党文化 没有自我去反省的话 那么他都会 因为你要跟着他的思维走的话 你必然就会出现一种精神分裂状态 就是说你在这个是非对错方面呢 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分裂 因为判断标准啊 中共这个判断标准它是分裂的 他给你的就是一个分裂的东西 那在国内没有问题 但国外你接触到普世价值的时候呢 你就会出现分裂现象 对 我觉得来台南这个钢琴家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听他的采访 就是你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心态 比如说他说 当这个袍孝楠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那个袍孝楠就说 What's your name什么什么 他说他感觉 好像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人当成是在中共的集中营里的 这么一个人去问 所以他就说那个袍孝楠 他说你可以感觉到 他习惯于别人服从他 所以我感觉 然后最后他还对着屏幕高声的说 CCP 说了很多遍CCP 他说CCP要把这个视频下架 网友们你们帮我广传等等等等 我感觉就是他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应 他针对这几个人的反应 很大的一个基点是因为他对中共的厌恶 所以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您怎么看呢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种冲突呢 其实并不是经常发生 或者至少不是经常的被全程录下来 然后放到网上去 对对对对 所以不是经常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就是在国际上 现在还有很多政客 很多这个金融家或者是普通人 还是不能够非常清楚的把中共和中国分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个钢琴家Brandon 其实这点他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直接针对中国说过任何话 他说的都是中共 不是讲CCP就是communist 是 非常清楚非常清醒 那么他的所作所为 他知道在中国集中营是什么感觉 我想他很关注 他曾经也很关注过中国的人权问题 他也知道很多人在受压迫 所以呢他就 就是因为这个问的人 这种咄咄逼人的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些个非常不礼貌的 因为你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今天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你跟他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时候如果要问他的名字的话呢 那很可能就是存在一个威胁的意思 或者将来我要报复的意思 那么这个一来的话呢 就是对方感到非常不舒服 因为这已经不是在一个 在一个理上面的辩论了 而是get personal了 就是说我要找你了 就get personal了 所以这就他让他感到的一种威胁 那么这种威胁呢 在自由世界的人认为呢 这是一种极权的压迫 因为他认为对方是代表了这个极权政权的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极权的压迫 他就不能够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是是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站出 就是发视频澄清的这个 圆圆脸的这个女士啊 他在视频中对于咆哮哥的这种过激的反应 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解释方法 他只能说啊 这个因为他碰到他棋子了 所以呢 大家觉得他可能反应比较过激 但是他又说啊 这是他单方面剪辑的 问题是人家没有剪辑 这是一个直播 他的直播视频中把这个放出来的 所以这并不是人家什么单方面剪辑的问题 对吧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就这个澄清视频中呢 确实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他们是去录一个视频 他视频中说呢 是为国内一个自媒体平台录 可是他就是网上流传的 他的一个私信的 就给朋友圈那个私信中说 说他们是为春晚去录制的 这个昨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但是我分析来分析去的话 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为春晚录制 因为这三个人 现在至少是两个人是属于全英 亲共社团的全英国各种亲共社团的头面人物 就是说很多那种就是亲共的那个大型活动啊 包括文艺活动 包括庆祖活动 都是他们两个主持的 至少有一个吧 是经常主持的 就是说那个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那个咆哮哥 他现在被人揭出来他叫冷血年 对吧 说他什么金融 金融时报工作的 但是也跟孔子学院有关 然后另外在他身边那个戴帽子那个女士 他是叫张宁 然后他呢好像是凤凰在欧洲的主持人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经常主持各种大外宣活动 对大型的亲共社团的活动 他不仅仅是大外宣 要我说起来的话 他其实就是代理人 就代理人就更全 大外宣比较局限 大外宣他们真的做大外宣的工作 倒不是特别多 但他是做的代理人的工作做的很多 当然了这个所谓冷血年这个人 我觉得好像有人挖出来 说他可能跟天津市副市长 名字差一个是不是一家人 他是搞语言的 就这个人是搞语言的 他在孔子学院是教中文的 据说也教法文 那么也就说这是一个语言方面的人 但是呢他能够当 Financial Times的顾问的话呢 很可能是利用他的社会关系 所以这个人是有一个社会背景 在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西方有很多国 很多东西 他故意顾问 并不是说这个顾问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消息 这个人他不可能在finance上 给Financial Times提任何建议 所以他可能最大的是 利用他的在中国大陆的官场的社会关系 虽然不知道这个 他跟那个所谓天津市副市长究竟有什么 是不是关系 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个背景 让Financial Times去让他当顾问的 那么就是这个级别 在英国已经是属于 亲共社团里面的顶尖了 一般的自媒体请不动他们 所以我昨天是完全分析出来的 我说一定是春晚 而且要拿这么多小红旗 而且用标配 所谓标配的话 是每人一条红围巾 对 这是海外亲共社团进行大型活动 要拿到国内去宣传的时候的一个标准配置 所以他们拿了中共的标准配置 又要去拍 而且是non-disclosure 那只有春晚 就春晚策划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给人家一个惊喜的 叫surprise 他们也谈到了一个surprise 所以说这个非常符合春晚 地方电台一般那天晚上 是不会做大节目的 因为不能和中共的这个 全国性的中央的这个春晚来冲突 所以说地方台也请不动他们 这可能性最大 自媒体更请不动他们 如果通过自媒体平台的话 那也是打着春晚的牌子 才能请动他们的 所以这是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可能性 其他可能性 我到现在没想出来第二个 所以这个钢琴师的感觉是很对的 很准的 他说他觉得这个男的习惯于别人服从他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国内 他的身份也好 或者他的交往 这些一些社交圈和他的这个关系也好 是比较比较有一定层级的 就是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中 但是您觉得就是 就因为网友把他们身份都挖出来嘛 就是但是他们的身份和这个事情 事件本身有关系吗 就说在我们看这个事件冲突的 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们这个身份 我们需要去看他们这个身份吗 我觉得还是需要看一下身份的 因为他们不是从中国大陆 出来的旅游团 就是拿小旗的这两种人 一种是旅游团 还有一种呢 就是亲共社团举行重要活动 统一标配的这种时候 要拿小红旗 所以他们这是所以 替中共再做一件事情 那么从表面上看呢 这可能是只是说拍一个 拍不拍片拍一个录像 但是呢 要更深的层次来说的话呢 实际上他们是在干涉英国的内政 他们是侵犯英国人的基本权利 从这点来说的话呢 要看他们的身份其实更重要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代表的就是中共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把他们做成是大外宣的原因 就大外宣的话呢 他只是说中共的好 但是代理人的话呢 他会代表中共的利益呢 在其他的国家去从事一些和这些国家的基本利益 基本权利完全不符合甚至相对的事情 但是他实际上 尽管他们可能内心不一定是这么主动这么做的 但实际上起到了一个 把中共的这种统治延伸到海外的一个长臂的作用 所以我倾向于把他们说成是代理人 或者呢是第五纵队 嗯 对 我觉得这个定位是蛮准确的 而且确确实实像您刚才所说的 就是他们是在把中共的这个价值观来干扰西方的民主社会 英国的民主社会 至少在这个事件中 其实他们已经干扰到了 因为这个钢琴家他在上节目的时候 他说这些人呢 他们把西方的这种觉醒文化和中共的这种极权专制 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然后呢他们就说出了R word 就是那个种族歧视 然后他说当他们一说出这个R word的时候 英国警察就melt down了 就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所以那个警察本身 那个女警察居然还跟这个钢琴师说 你不要说他们来自China 就是说你这不能说 然后这个钢琴师说 我要stand up for the 这个我们的freedom 你怎么看英国警察这样的反应 英国警察呢 其实西方很多国家的警察呢 他是受了各种各样的训练 就是说他倒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价值观 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职业呢他必须要服从这个职业的要求 而现在西方很多国家呢 其实在对警察的这种所谓training当中啊 是加了很多很多这种因素的 就使得其实原来警察执法呢 政治正确的因素啊 不需要太考虑种族因素的 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不能碰的东西 所有的人一谈到种族问题 特别是警察啊 马上就不行了 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们的训练里面 现在包括了这些东西 所以使得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西方社会啊 或多或少都进入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说实际上是重现了 重现了这个几十年前民权运动 所要废除的种族主义 只不过这次是一个逆向种族主义而已 就是说这种现象 这个不能怪警察本身 而是说警察就是管理他们的部门 政府部门的态度 把警察训练成这样子 他不这样做的话 他就违反规定 你知道吧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的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西方社会要检讨的 不然的话你这样的话 你就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就可以让它长驱直入 或者对本土的这种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也是让它这个攻城掠地 这样的话西方的自由价值 自由民主的价值 我觉得会很快就是被击溃 最后就是我觉得还有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钢琴家在采访中说 他说现在台湾也在引用我的这个视频 香港也在引用我的视频 然后他说我明天还会接受Fox News 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 就是感觉这又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反共事件 您怎么看 这几个人其实那是正好是把他们这个目标给倒过来了 就是说他们是不想让自己的脸露在这个地方 不想让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现在是不仅知道了他们那次 就是现在到那个地方就要干什么 而且知道他们长期以来在英国干什么 而且常知道他们和中共的关系是什么 弄得全世界都知道 因为这个就是中共的这种海外的这些藏壁 他们所作所为 他不可能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是汇报 而且即使汇报的话 结果不会有两样 因为他说了嘛 其实他们想代表中共站出来捍卫中共的权力 中共的这个名誉也好怎么样也好 但结果呢适得其反 就是说整个西方社会呢就变成了又一次认清中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仅是西方社会来你讲现在香港啊台湾啊海外华人社区啊 你看这次议论而且到主流社会这次的范围其实也是相当广的 不仅在华人社区这个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我想这下子就他们在中共眼里头 虽然说他们的投资会派为中共 但是呢可能被中共的那些高层看上去的话要大冒起火 就是居然又让中共出了一次大的车 现在出手的不是他们了是中共了 对本身那个钢琴家我觉得他头脑很清楚 他就是直指中共 而且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另外一位自媒体人那个David David Zhang他有一个频道叫China Insider with David Zhang 他昨天做了一期视频然后被这个钢琴师看到了 这个视频中他就建议钢琴师说什么呢 他说你要学这个日本关系的那个店 这个小粉红去骚扰 然后这个店后来就铺出了小熊Vinnie和8964 然后小粉红就不敢去了 他说你就应该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钢琴师在下面留言说 说我打算去买一个小熊Vinnie的T恤 然后上面印上8964 然后下面很多很多留言都是支持他的 有一个留言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 他说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共是如何一直威胁台湾的 他说我们要站起来捍卫全球的这个民主和自由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其实发酵的挺大的 对又一个wake up call对西方人来说让大家清楚知道 还有一个给很多不想被小粉红骚扰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以后我想模仿这个会越来越多 比如说公共场合或在某些场合人家要想去拍一个录像 然后回去去请工的话就越来越困难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特别是因为考虑到台湾刚刚举行过台湾大选 我觉得这个留言确确实实 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很多英国人 包括西方的人进一步理解中共对全球形成的威胁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很快到了 就先跟恒河先生聊到这儿 非常感谢恒河先生的解读 谢谢 好 那也感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